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有个降雨的小空档 各地的天气状况都不错 但是很快的到了明天的晚上 新的一波水旗又会移进台湾来 到时候中部以北跟东部地区 就会像今天这样子又有一些震雨 特别的是在北部地区 东北部地区雨势 还会比今天再更加明显一些 所以其实未来这段时间 持续的北部东部地区天气状况 都是不稳定的 进一步来看一下了 预计明天除了在基隆北海岸 东部地区还有北部的山区 还是有一些零星短暂争雨之外 其他地方包括西半部地区 北部地区都是好天气 多云到多云时勤的天气形态 但是很快的到了明天的晚上 到了礼拜天 新的一波水旗再度的迎进来 可以看到在中部以北 东部地区又会开始下起雨来了 而且预计在未来这个星期 都是容易下雨的天气形态 提醒你外出千万要记得 期待雨具了 在气温的变化部分 相信大家一定很关心 从现在开始一直到跨年 到底天气状况 这个气温的变化是如何呢 整体来说北部地区的气温 就会像今天这样子了 低温大概来到了15度 高温19度左右 一整天都会是比较湿湿凉凉 湿湿冷冷的天气形态 这样子湿凉湿冷的天气 会一直持续到跨年当天 所以建议您衣着的部分 要记得穿得暖和一点了 而在中南部地区 也会维持这样子 像今天这样子的天气 日夜温差大 中午温暖早晚凉 中午大概是来到了24度到26度左右 低温来到15度到16度左右 日夜温差比较大一些些 所以建议您可以不用穿着太厚重的衣服出门 但是在跨年的当下 可就需要穿上保暖的外套 以免感冒着凉了 而进入来看一下气温的变化了 可以看到其实在未来这个星期 在北部地区其实气温的部分都是差不多的 就像刚刚讲到的低温15度高温 大概来到19度到20度左右 会一直到跨年当天 不过其实今年的跨年跟前几年相比 真的是温暖许多了 前几年的跨年北部地区的气温 大概低温就来到了大概10度到12度左右而已 非常的寒冷 而今年来说是来到了15度到20度左右 所以衣着的部分要记得穿的保暖一点 但是雨绒衣可能在今年就派不上用场了 就在中南部地区的高温来到了24度到25度左右 地温来到了大概16度到178度左右 整体来说是非常舒适的气温 至于在明天的穿着部分 北部地区因为感觉还是凉凉的 所以其实在中午的衣着部分 还是需要穿着保长袖的 而早晚的时候再搭配一件温暖的外套 晚上的时候会开始下雨 所以建议您还是要记得 攜带雨具出门比较保险一些 而在中南部地区呢 空气平均状况还是比较差一点点的 所以建议您外出还是要戴上口罩了 而衣着的部分呢 保长袖早晚再搭配一件外套就可以了 而南部地区呢 其实跟北部地区天气状况差不多 只是呢降雨的几率就会更高一点点了 所以建议您呢 除了穿着保暖的衣服之外 也要记得戴上雨具再出门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